西班牙人來介紹西班牙的故事 所以台風就沒有辦法進行 這個禮拜我們就請到希臘基督教 台灣希臘基督教政委 基督教政委希臘的代表 就是尼漾神科的發生Yona Mutas的尼漾神科 來介紹一下希臘基督文化 在這個之前呢 我們也請到希臘基督教的執行長 尼漢小姐就是佩拉基阿姨 尼漢小姐 然後她是今天要講用拜仗庭藝術來觀賞歐洲的故事 然後她是在台灣到巴拉曼 就是在巴拉曼的地方 再寫一下 在希臘巴拉曼的就是邪畫畫 教會畫 那她是一個藝術家非常了不起 那這個也是 她畫的畫待會她會介紹 就是一個很棒的畫 然後知道 尼漾神木呢 是一個很了不起的這個 神奇神奇人眼 然後是在台灣 亞洲青人 還有希臘正教的一個代表 那她 對於這個教會 還有她本身是學 電機工程 所以 她從電機的角度來思考 教會跟宗教跟哲學的故事 哲學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當然就是 很重要 跟大家有重要的企劃 那 大戰體秘術呢 是一個 畫這個 神像 對神像秘術嘛 宗教故事 那我們知道 宗教故事呢 會影響到 很多人的思維 有關於這個 生命跟文化 究竟為何而生 然後在這個生命中呢 扮演什麼樣 神父給她的角色 那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關點 那我們這個課程呢 我們也感謝我們的 助教呢 樓彥晨呢 他也 又畫了這一幅畫 這個是藝術品 就是 歐洲童話故事 所以這個看起來很漂亮 對不對 你們覺得很漂亮 很漂亮的 幾聲 大家幾聲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這個課程呢 讓大家感覺 快樂 然後感覺 不單調 然後在 所謂的 Fairly Tales 然後 談談一下 童話故事 然後也 避開這個大林獎的一些 妻挺 大林都是欺騙一下 孩子呢 是對抗欺騙 所以這些很多的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就把時間呢 交給這個怡堅小姐 然後我們跟著掌聲 來鼓掌 那其他的就請怡堅小姐自己介紹 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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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Á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講述今天的課程 那首先你現在看到的在螢幕上 那這是我的教授,我跟他學畫畫 那他是國際知名的聖像畫家 那我們也邀請他今年來到台灣 來就是在這個博物館展覽出他的畫 就是在4月到7月 那這個展覽已經結束了 那我們今天就直接進入到今天的主題 就是從拜占庭藝術觀賞歐洲故事 那在這拜占庭故事他所講述到的 都是有一個愛的故事 每一則都是他有愛的故事 那我們先來觀賞一個影片 在我們觀賞這個影片之前 你可以看到他是榮獲奧斯卡獎 那很多的獎項 那是一個非常好的影片 那至於是哪一個影片我就不多說 所以你們就來看內容 裡面的片段不很長 大概只有一分鐘 裡面會有那個拜占庭藝術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一幅就是拜占庭藝術 等一下我們會來解說這幅這個拜占庭藝術 那你們可以看出哪一個影片嗎 大家不要去排庭藝術 那你們可以看出是哪個影片嗎 這出去是哪一個影片嗎 好 請問 那你們這裡是哪個影片 所以這一個影片你們應該知道它是property 就是地心引力 它是有兩位有名的主角 Cedra Burke and George Groening 所主演的 那這一個影片它為什麼要放這幅順向畫 就如同我所講的 那它裡面都是有它的故事 那就是這幅你在地心引力看到這幅 它掛在那邊 那它既然得到這麼多大獎 那它的這個場景的佈置一定有它的原因 它不會隨便亂擺一個沒有意義的話在那邊 所以我現在就要講述這一個畫的故事 那每一幅它都有它的愛的故事 那這個愛的故事我們就從這個主角開始講起來 那它的名字叫Christopher 那克里斯多福 可是它之前不是叫這個名字 它叫Blue Blue Birds 那它從小就是跟其它小孩子玩在一起 可是它的這個就是它長大的願望跟別人很不一樣 它就說它長大的願望就是想服侍世界上最偉大的軍王做它的主子 所以它就只能讓它長大的時候 它長大的時候它非常高大 就像巨人一樣 所以有種威嚇作用 所以別人也不敢對這個國王有就是殺害他的動作 所以國王很安心 那既然他是國王是皇帝 那當然會有一些就是宮廷的表演 那就有人來表演歌唱 當它歌唱的時候它裡面的曲子中間有一個名字 就是這個魔鬼殺害的名字 那當他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 這個國王臉就露出恐懼的感覺 那這個恐懼的感覺他就在他臉上 畫個十字架 那這個Christopher看到這個樣子的景象就非常震驚 說為什麼你是國王最偉大 我要 你是我的主子 為什麼會怕成這樣呢 後來他就問這個這個國王說 你為什麼會害怕呢 然後他就說他很怕這個魔鬼啊 撒旦這一類的惡魔 然後他就要畫十字架 然後他就覺得說 我這樣不是世界上最偉大最厲害的 看來你好像也不怎麼樣 然後他就說那你欺騙我 你不是最偉大 那我就要尋找這個魔鬼 或是撒旦 我要來服侍他 因為他比你還厲害 你會怕他 然後他就在那邊找尋找尋 有一天他在曠野中 就看到一群騎士 那這個騎士長得凶神惡喪 就把他抓住 然後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來這邊 然後說我想要找我的主子 然後你的主子是誰 他就說是這個魔鬼撒旦 聽說他很厲害 這一群這個騎士中 有一個凶神惡喪 就說我就是他 那他說太好了 那我不是你 然後他就跟隨著他 合得隨他 然後到處為非作膽 然後有一天他們去到一個地方 然後那個地方在地上 立了一個十字架 這個魔鬼看到就很害怕 然後就不敢過去 然後就落道而行 那每次有類似 像十字架形狀 他就道道而行 然後這個 Christopher 他就會覺得很奇怪說 你為什麼會 有這種動作 到底是什麼 他就問他 他就不講 他說你不講的話 那我就不要在這裡 然後他就說 好吧我告訴你 因為這個十字架 就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他被定在十字架 我只要看到這個標誌 我就很害怕 他說那那個人是誰 然後他就說 他是基督 然後他就想說 那你也不是很厲害嗎 那我就要去找基督 那基督到底是誰 然後就聽人家打聽 什麼耶穌基督 他說好 那我就要去找他 我就要來服侍他 然後找啊找啊 一直找都找不到 那後來就聽人家講說 你要找基督的話 那你要去修道院 找那邊修師 可能會告訴你 你可能比較容易找到 然後他就去一個修院 就見到一個修士 然後就說 我想要找到這個耶穌 請問耶穌在哪裡 叫他過來 我要來服侍他 讓他做我的主旨 讓我來敬拜他 然後他就說 他現在不在這裡 但是你要找他的話 很容易 你可以來到修道院 做修士 那你要齋戒 要常常祈禱 那要追尋這邊 修士主要就是要順服 他說這個好像很不 就是我的生命很難融入 這樣的修道院的生命 那要怎樣才能遇到他 他說那還有一個方式 就是你去幫助其他的人 因為這邊附近有一個河流 非常湍急 常常會有人溺地 那你就去幫助別人過河 那所以你就會看到 剛才這一個 這幅就是他在渡河的時候 然後他就去到那邊 幫助很多人渡河 那就是在那邊蓋了一些很破的房子 就是住在那邊 那日夜幫人家過河 那有一天過了幾年之後 有一天 我來上這個旁風暴露 然後他就想說既然是這樣 應該沒有人會來過河 因為有些做生意的旅遊 應該不可能在這種日子出門 結果他就去睡覺 就聽到就有人叫 然後他就想說 可能是風聲我聽錯了 然後他又聽 Christopher 然後他說 是不是有人要過河呢 他就打開就發現有一個小孩 非常小的小孩就對他微笑 就說可不可以帶我渡河呢 他就說當然可以啊 他就把他飛在肩上 因為對他來說 這小孩子是金額益全的事 因為他幫助很多人 很強壯的人 很壯錯的人 都渡河 那這小孩子是 這小意思 就把他扛在街上 那天風雨非常大 他渡河的時候 結果越走 越下沉 就覺得他好像把全世界 都背在他肩膀 怎麼種成這樣 然後他幾乎滅頂 他就很擔心 但是不論如何 他就是過河了 然後就把這個小孩放在岸邊 就跟他講說 你年紀這麼小 怎麼可能種成這樣呢 然後他就說 你好像比宇宙還 就是宇宙所有東西 夾在你身上還重 我的肩膀骨頭都快要碎掉了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就是創造的那一位 創造者 所以他就遇到這個創造者 他就遇到這個 耶穌基督 那所以 因此後來他也成為基督徒 那後來他又去到了一個城市 那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他是非常高檔的 那他去到 有一個 這個利西亞這個地方 那在小亞西亞這個區域 他到了那邊幫助了很多人 他解救了很多 這個就是要感受的人 然後這件事情震驚當地的這個皇帝 那皇帝就想要把他納入為他自己的武官來保護他 那可是他不願意 因為他們信仰的不一樣 那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信仰這個耶穌基督 那他就沒辦法 那國王就用很多財務 就來引誘他 那他也不受引誘 那又派了兩位這個很美麗的祭民來引誘他 那他又趕化了這兩位祭民 然後也成為基督徒 那這國王非常生氣 就是想要來折磨他 然後就把他綁住 綁在一個鐵 鐵製的椅子上面 然後那個鐵椅子下面 那有火在燒 就是要折磨他 然後就是活活的燒死 那不要那麼容易 他要坐在鐵裡 讓他更痛苦 結果這個火一直不斷的加大 一直加大 那個最後那個鐵的椅子 都融化了 那克里斯特的火還是安然無恙 那國王更生氣 就找了很多弓箭手 然後一起發射這個弓箭 來射擊他 然後可是這個很多弓箭手 就是同時一直射擊 可是沒有一個射中他 那國王非常生氣 就說再射再射一直射 後來終於有一支劍射到一支眼鏡 哇 可是不是克里斯特佛的眼睛 是那個國王的眼睛 那國王就射到國王眼睛 國王就很痛 就非常生氣 就說立刻把他拖出去斬首 就把這個這個 克里斯特佛的頭砍下來 那他頭砍下來滾到地上的時候 那他就是頭還會講話 就跟那個國王講說 就說因為你受傷了 那趕快用我的頭流出來的血 然後抹在你眼睛 然後會醫治 那國王不大相信他 後來國王可是因為也沒辦法 就用手沾了他的血 抹在他的眼睛 那就好了 後來這個國王也成為這個基督徒 那這就是那個克里斯特佛的故事 那我們可以看到 那他這上面是這個希臘的名字 那下面是中文 英文的翻譯 那中文就是基督的存在者 就是背負基督的那一位 那事實上他有兩個版本 如果你在網路上搜尋他的話 他的名字 你會還要看到另一幅 就是把他畫成像狗的頭 會有點像馬或狼 就是因為聽說他 他奇醜無比 有一種這樣子的說謊 當然沒有醜到這種地步 所以有一種誇張性的表示 那還有另外一種說謊 就是說他長得是非常俱美的 那就是很多女生都會喜歡他 那可是他沒有再專注在情慾上 那他就求神說不要讓他那麼帥 所以在他受洗的那時候 那他有變沒有那麼帥 當然沒有變到像狗的頭 有這麼醜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這一幅你會搜尋到 這就是最普遍的 這個他所展示的 然後你會看到他手上有一個這個手杖 那這邊有發芽有長出來 因為他以前在尋求這個耶穌基督的時候 他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神 他說如果你是真神的話 就讓我的手杖發芽 就如同亞倫的手杖發芽 亞倫就是那個摩西的兄弟 就是埃及王子 如果你們有看這個那個塔 就是他同樣的故事 那就發芽了 所以他就去尋找耶穌基督 那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這個Gravity會放他的這個影片呢 因為這個Christopher他是保護那個 就是外出的旅遊者 所以大家都會向他祈禱 像那個地心靈地這部影片 他們也是外出 他要反向 所以就是會掛這一幅 所以他們是有做研究 有做功課的 所以他們是掛這一幅 那也有很多就是 歐洲的人就是有宗教信仰的基督徒 他們可能也會在他車子上放這個Christopher的這個 他的這個剩下畫 那我們可以來看 這幅就是有點改變的 有點喜劇的 就是他把他剩下畫 他後面畫的這個油箱 那他為什麼畫成油箱 然後Christopher他要拿這個油槍 就是要加油的 因為他就是告訴說 所有外出的 不管你是開車騎摩托車的 要加油的 那不管你是外出返鄉的 那都希望藉著他來保守你保平安 那這一個是第一段我們所要介紹的故事